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 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红发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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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大家阿弥陀佛 佛陀跟我们说 人生难得 做人很难 如果你去思维做人的这种难得 真的是没办法讲 三二道太苦 天道的寿命这么长 人 唯有人才可以修行 天道的福报太大 傲慢 傲慢 没办法修行 修罗道 以为有称恨嫉妒心不容易修行 三二道有他夜报的苦 没办法 唯有做人是最难得 做人却如何 念一下 生死无常 虽然人这么难得 这个如意宝 但是我们 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生病灾难 不知道 这个要不断地去思维 第三个 念一下 轮回过患 所以在这个世间六道众生都在轮回 所以轮回里面处处是危险痛苦 当然在轮回里面决定快乐痛苦 决定在我们的善业 恶业 所以各位一定要念一下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至少你还可以有短暂的快乐 所以这个世间 不管你依靠什么 都不究竟 所以应该如何 来 皈依三宝 那唯有三宝才是我们脱离 生死轮回的一指处 那既然我们都会念皈依三宝 但是三宝里面最重要是法宝 站在修行上 各位要多听闻佛法 看佛经 要有思维的能力 然后呢 唯有三宝才是我们 究竟的一指 这个世间 什么都是暂时的 你归前 归地位 你归什么 在美国经常有很多很出名的人 布施的什么 几百亿美金我们都随喜 但是呢 这代表 也不见得能够让他脱离生老病死 有钱 有地位 所以我经常去浑墓区 我很喜欢看那个牌位 这个死多久了 所以 各位最好把你的牌位也磕好 你才会有体悟 生死无常 后面 活到多久也不知道 先打个问号 随时填上去 所以要了解 刚刚讲 人生难得 生死无常 所以我们要赶快地 找到方向 找到方向 像今天 今天念下来 莲花生大事 功德加持日 念下来 一万倍功德 那如果再过一个礼拜 那就不得了了 每天都上亿倍功德 所以 如果你去不单 下个月是整个月都是吃素的 因为他们 按照我们佛教里面 一个月有几个月重要的日子 那只是因为 下个礼拜开始 他们正式庆祝佛陀的出生 乘道 入涅槃 整个月 很多寺庙都在办大法会 所以 在尼泊尔的努巴仁波切 会利用 葬礼的7 4月7号到15号 办短期出假 天天八观再结 我们也是利用这样 在加拿大 要办短期出假 十天 大家精进的 不离菩提心 来修行 但是无论如何 念下 天天都是修行日 天天都是修行日 所以活着真快乐 可以修行 因为我们有身体 我们有思维 所以 像我 我现在最大的福报是 我会念咒 只是我 因为经常喉咙不好 我声音好 我就一直念 我很少停 所以我背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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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咒语 佛号 为什么 因为看到什么就念什么 看到什么就念什么 所以 看到别人在谈恋爱 我马上念一下 希望他们两个感情变成菩提心 感情还是在 把感情变成菩提心 手牵手去净土 对不对 所以 就要马上给他们转念头 因为 有情必有佛性 要把你念头 马上给他转化 去 帮助众生 所以 各位要重视自己的深口意 千万 千万告诉你女儿 裤子穿长一点 因为 因为现在 没办法 他们被这个社会影响 穿越少越好 那这样以后 他不能 不给人家一个好的印象 反而给人家一个负面的心态 这样他就会恶性循环 所以我想各位在 在每一个 心态行为 请问我们每一个行为心态 会不会影响世界 这个是重点 所以每个人都在影响世界 每个人都在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要用好的心态 好的声音 好的形象 好的行为 去为这个世界负责任 因为每个人都在影响世界 这个是大乘佛教的很重要的 一个观念 互相影响 互相依存 互相帮助 所以再做一个结论 帮助世界 就是帮助自己 帮助众生 就是成就自己 你就一直为别人想 别人就为你想 你不用想太多 所以 你去帮助众生 你去造佛像 你去推广经典 乃至你去挂几支金凡 因为金凡飘动 众生离苦 所以要诗经要我们挂四十九面 对不对 就会长寿无病 家里如果有人往生 你也挂个一百零八面 保证超度 因为这个是代表 佛像经典咒语都在里面 所以佛陀在《华音经》说 这个金凡挂起来 吹吹吹吹吹吹吹到身上一条线 它绕一下你做一次国王 为什么 因为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这次不知道有没有带来 如果有一人送给各位一个五条线 各位你要挂在你家门口 因为人家都挂十字架 我们佛教祖什么都没挂 你要挂一个风马旗 对不对 挂在我们的门口 或是车子上 人家在足球队比赛都会挂在玻璃上 对不对 整个高速公路得到净化 所以 这个各位都会收啊 中间有一条线放进去 然后再穿起来 不会坏 然后去超级市场一定要带着 不是吧 那边有鸡肉牛肉 你要付这个 哇 我看一下 虽然你没有打开 有时候你不好意思打开 你还是要挥啊 我们故意这样 人家有时候看不出来 我都送给学校老师 我说以后你再教就拿这个 他不知道这里面是金凡 学生给你拍拍头加持 这叫利益众生你要用各种方法 所以特别护木区 念一下 金凡飘动 幽谷生香 这些死了很久了都生香 就超度的意思了 所以你不会念很多经 不会念很多咒 没关系 撒一点点米 超度 撒一点米 超度 所以像我去护木 我都做那个最大支的 好像要去打仗那种 对不对 去挥 放生的时候 挥 那天我们在租船出去 在波士顿可以租船的 很大 只要放当地的龙虾 政府的没问题 你放多少都好 船上通通挂着金凡 面包喂海鸥 然后一方面放生 所以再念一次 来 放生救动物 施食救鬼道 持咒度地狱 三恶道都要帮 好不好 放生施食念佛持咒 连在一起都没关系 所以我觉得在美国最好 各位多喂那些鸟 喂那些鸟 你喂之前 你拿的面包啊 豆子啊 给它哄啊哄一下 然后你念佛或诵经的功德 然后你布施给它们 对不对 布施给它们 河里面的鱼啊 空中的鸟啊 地上的那些老鼠啊 兔子啊 因为你们如果住在 有一个庭院 就有很多各种的动物 然后给它做一点烟供 那些众生呢 给你磕头啊 你家永远没小偷 为什么 因为经典说的 死死的人 饿鬼罗刹 看你像佛一样的尊敬 永远守护你的家园 所以我们经常死死的人 就很有福报 身体健康富贵 一切平安 所以我希望那些居士 如果盖了佛塔 旁边再盖四小个炉 洗衣针槐珠 对不对 冒烟 这洗衣针槐珠 我们每次盖佛塔 就会做四个 洗衣就是我在那边点香呢 可以不用生病 要发财呢 在黄色那边点 要缴男朋友呢 在红色那边点 要断烦恼呢 在月色那边点 我们叫洗衣针槐珠 可以得到四种功德 很多人不知道 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有清怀赤白 这个叫洗衣针槐珠 这是密宗里面很重要 所以各位等一下这个 发给各位好不好 这个锈针板 对不对 你开车子麻烦你挂在后面 不不不不不 你这部车比道场还功德大 因为经典说 每一片都代表观音菩萨的石头 观音菩萨的悲心 把这些精咒 吹一遍等于念十亿遍 你要吹到什么时候 所以你要挂在车子外面也可以 挂在车子里面也可以 谁车子开在你后面 你要想 那个福报还真大 对不对 念一下 见即解脱 触即解脱 对不对 他被这个风吹到了 所以各位你这个嘴巴一定要多念佛 多诵经 多持重 你连骂人都有功德 听即解脱 因为你嘴巴都在念 你这个身体要多拜佛 身体拜佛的人 你这个身体下雨 下到你身上 那个水一滴到地上 恶鬼升天 恶鬼到没有水可以喝 他是咽口鬼 但是你这个身体有功德了 哪两种有功德 世间功德 念一下 孝顺父母 孝顺的你身体有功德 再来就是你有在拜佛修行打坐的人 你这个身体有功德 所以风吹到你身体也有你的功德 所以各位没事就要请老和尚写个末宝 奥密陀佛 贴在你家 你家有安全 为什么 因为老和尚一写奥密陀佛 他一辈子功德都在里面 那我们出家人愿意念经 念经持重 那你的嘴巴变成借给佛用 变成佛的功德 所以各位你要念经念大声一点 好不好 要念 在家里要念 念经要敲法器 哭哭哭哭 敲墓鱼 这些法器一敲 众生念一下 听即解脱 各种的法器帮助 所以用各种方法利益众生 这个就是大乘佛要讲 方便波罗蜜 各位要善巧方便 带着念珠 带着咒语 挂在身上 利益众生 当然这些功德来自于 因为你有一个信心跟悲心 就是你的心态的问题 如果你不懂这个 你拿给对方 你拿给我干嘛 他不知道干嘛 五个颜色代表地水火风空 整个有情无情众生得到加持 五个颜色代表五方佛的加持 断除众生的五种烦恼 念一下 贪心 嗔恨 愚痴 傲慢 怀疑 那叫五毒烦恼 转成五种大智慧 让他们往生五方佛净土 偉不偉大 无量的功德 所以各位送给各位 以后给自己印好不好 印进去 挂长一点 以后你女儿要结婚 那我帮你装饰 结婚挂这个 你们的婚姻变功德 因为漂亮 所以一定要做得好看 然后呢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喜欢穿得很漂亮 以后你干脆印在衣服上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 这个叫方便 你喜欢看这个颜色 我用颜色利益你 对不对 你喜欢看形象 我用形象利益你 后面这个形象好不好看 佛要用最好的形象利益众生 像三十二相 八十随形 众生喜欢听声音 那佛又用他的泛音度众生 念佛诵经持终 所以众生喜欢颜色 特别现在这个网络时代 就是要声音 就是要颜色 所以各位要把声音 转为利益众生的方法 所以平常你的嘴巴 多念 多念阿弥陀佛 你的声音就在利益众生 像我的眼睛有功德 我点了一千七百七十万的灯的功德在这边 所以各位要转化一切 转化 我们佛法就是你要把这些 本来颜耳鼻舌生意 那不要贪心 站在解脱道叫清静 那我们站在菩萨道 颜耳鼻舌生意都变成功德 六波罗蜜的功德 所以你要把每一个 每一个 像各位来这边参加法会 就是一种功德 来 布施 对 你可以去打麻将跳舞的 但是各位 你布施你的时间 开车来 等一下回去又塞车 一个半钟头 你福报更大 塞越久功德越大 你要这样想 从来到这边到回去 因为你开车到哪里 你那个车有没有放光啊 所以等一下谁站你去 等一下我要挂在你后面 你不用挂都没关系 你坐在车上就有功德 所以 念一下 一个人放生 全家平安 所以你一个人去救一个生命 你全家都平安了 何况各位坐在这边 被超度了四个钟头 这个超度人一直念 一直念 就要把各位给超度超度了 所以 那你要把这个功德布施给对方 所以以后各位你在家里念经 持终你要这样关系 哇 变六个颜色 六个光 哇 一直出去 所以你在念新经 260个字 260道光 出去了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不会无聊 以后你散步的时候 饭后摆步走 健康活到老 不要算阿拉伯 你要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你就 你就是在做焉供 为什么 你吃的东西 上供三宝 你吃的能量 变成走路下施众生 你在做大焉供 大火供 因为你 不离开菩提心 走路 吃饭 都是在利益众生 你睡觉会打呼 那你功德太大了 都在牛 所以你只要活着 就可以利益众生 所以我师父说 老和尚生病 躺在那边都是功德 因为他有念头 因为他有念头在 他的念头一定是离开 不离开慈悲心的 关心的道场 关心的大家 所以各位要念习这种 念一下 利他的心态 对 就是在想 我如何帮助别人 我如何帮助众生 因为你帮助了众生 就在成就自己 你就得到一切了 为什么 众生才是自己 我们念佛 佛念众生 所以你直接帮助众生 就是在念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你不食一口饭 你不食一点水给众生 等于供养所有佛的功德 慈悲波罗蜜 包含所有波罗蜜 不食慈皆 人入精进禅定 般若 目的呢 就是叫我们慈悲 那我想各位呢 现在开始 你就用慈悲心去念佛 我诵经去做每一件事情 所以我要利用短短的时间 把佛法 各位再复习一次 好不好 那我们佛学院就毕业了 然后呢 你就要去实践了 不要一直读 一直读 你要实践 第一个 对自己有惭愧心 对自己有惭愧心 不要骄傲 对 对 因为我们对不起众生 我们对不起父母 父母还在轮回 众生还在受苦 我们对不起三宝 但是如果一个人有骄傲心 对他就不好 因为我长得比别人高 我比别人美丽 我比别人有钱 这样不好 修行为什么一定要拜佛 拜佛就是要降服自己 要惭愧 对自己要有惭愧心 第二个 对父母有孝顺心 这是一定的 如果你对父母没孝顺心 你就没办法利益众生 而且我们讲的父母是什么 现世父母 往生父母 欺世父母 历代祖先 离苦得乐 所以各位永远要关心 父母祖先 由现世父母 由妻世父母 而累积父母 乃是所谓历代祖先 你都要孝顺 这也是往生净土 起码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孝顺父母 那我们汉人最重视超度祖先 这是汉人的福报 超度祖先 不断地在超度的福报很大 所以对父母要有孝顺心 包括祖先 第三个 对众生 对众生 要有报恩心 要有报恩心 所以所有众生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们要感恩众生 但是各位来到美国有时候不太容易 是吧 因为他这个整个社会的共业 他就有一点自我保护多一点 所以以后你跟人家 哈喽你要是找哈喽 只是你要想我的哈喽里面有多少个阿弥陀佛在里面 你要这样想 甚至他不跟你哈喽 你坐在那边他走过你面前 特别纽约街头 人那么多 你千万不要不管他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这样不好 这样你就脱离了空性 对不对 每一个走过去你就要默默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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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这三个字 你要默默的来进去念个阿弥陀佛都可以 即使你要有一个对众生的这种报恩心 你过去累劫累世对我这么好 我现在要报答你的恩 哪怕它是一只鸟 所以我们在大乘佛教说 你看到一只动物都要这样念 如等众生 归一三宝 发菩提心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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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 你要对这只鸟 对这只蚂蚁 都要生起这个心态 但是各位你说 那它这么远 它听得到吗 心可以穿越一切 你看到天空的鸟 你看到很远的湖墓 甚至各位在纽约 可以看到很多大楼 马上给它阿弥陀佛 所有大楼里面的所有人们 都可以离苦的了 希望你要生起这个祈愿 所以对所有众生要有报恩性 所以各位要念下来 恒顺众生 你怎么拜佛的 你要怎么去拜众生 这一点要记住 有些人很会拜佛 但是看不起众生 有些人很会拜上师 但是看不起一般人 这个是违背戒律的 不行 我们以拜佛 尊敬师父 恭敬上师的方法 目的是要去恒顺众生 是要去秀顺众生 去报众生恩 这个木头没有佛 没有佛性的 但是在你眼前走过的那个人 踢你一脚 那个人可以成佛的 他踢你一脚是个圆而已 所以文殊菩萨的发愿 你打我 骂我 我踢我 我伤害我 我对我好 都愿你因此而发菩提心 他把功德给你 念一下 若有见蚊子 西发菩提心 所以不管看到你 想到你 伤害你 骂你 不认识你 你都要对他发菩提心 所以各位 在你家的佛堂旁边 贴一张美国地图 好不好 好 那再贴一张世界地图 然后再贴一张六道轮回图 为什么 你要开始由小到大 了解吗 对你的社会 对这个地球 对整个世界 对所有法界 你是为他们在念佛诵经的 那要对所有众生有报恩性 第四个 对三宝有信心 这个是最简单也是最难的 因为我发觉现在人分别性很大 我喜欢看这一种经典 我就不喜欢那一种 我喜欢那一种 就不喜欢那一种 事实上一切都是释迦牟尼佛显现的 在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根系讲不一样的法 所以我经常去泰国缅甸 我跟他们相处很久的时候 他们一定是修解脱道 因为他们的个性 就像你给菲律宾人给他薪水 他就跑掉了 因为他花完再说 他没有那种未来的看法 所以他们适合禅修修解脱道 就像美国人 你要让他修法普利金很困难 他们最好就是打坐这样就好了 因为他们 你要叫他们真正 但是什么人适合修什么 你都要学 而且各位呢 不管是任何宗教 对我来讲 都是佛菩萨的显现要这样看 虽然他嘴巴跟我们念的不一样 他念阿门 你念阿弥陀佛 他念欧玛尼佩玛 都同样 因为动机转化就好 这个转化不是去改变对方 是你用你的念头去改变对方 比如说你老公在打麻将 哇这么认真 哇他们在欧玛尼佩玛 他们在盖极乐世界啊 你要把他转化 你不要说气死人了 他们在打麻将 那你都不用念佛了 他们在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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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在盖极乐世界呢 他们念佛到天亮呢 你要用念头去改变他们 这样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给度了 而且慢慢的去影响对方 所以因为三宝有加持力 不可思议 所以第四个各位要对三宝有信心 所以什么叫皈依 真正的皈依是什么 刚刚有很多皈依 我把生命 近未来记的生命 交给三宝 好不好 好 敢不敢 敢 真的吗 不要跟你老公说 我把命交给你了 你不爱我我要智商 要把生命依止三宝 归命三宝 这个比黑道还黑道 我们以前黑道还要 咔 写地站在那边 我们五六个人 永远不散 后来还不是吵架 没用 所以 但是归一是敬未来记 用生命依止佛陀的教法 好不好 佛陀的教法 有小秤有大秤密秤 有世间善法 我们都尊敬 好不好 不要伤害佛教 我发现现在的人 很喜欢 立宗立派 我觉得这个不好 所以每次人家都问我 海淘法师你哪一宗 成佛宗 对不对 海淘法师你是修密宗 还显教 我说你管那么多 成佛的 都要修 你把自己规定是哪一宗 哪一派 那你把自己砍腿砍脚 有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不去学各种的宗派 你保证不会成佛 所以 世间的善法你都要学 人家天主基督教 怎么样做善事 我们也要随喜 要学 所以 对三宝有信心 第四个 第五个 深信因果心 各位一定要相信因果 不能不相信 再小的善也要去做 再小的恶也不要做 所以相信因果各位 叫守戒与常布施 念一下 持戒得升天 持戒得 勇离山徒苦 布施得大富 所以各位要经常布施 用水 用米 用心布施最重要 对不对 用念佛布施 用眼睛布施 用嘴巴布施都可以 布施得大富 持戒得升天 不但不会堕落 这个是基本的 就是 深信因果 再念一下 忍辱得端正 身相端正 所以各位不要生气 你要把生气就犯戒 你要发这个愿才行 我如果生气我就下地狱 不然你就没办法改 这很难 菩萨一定要敢发愿 不敢发愿就不是菩萨 什么叫菩萨 整个世界 任何一个生命 离苦得乐 都是我个人的责任 别人没办法帮我 就是我一个人要承担 这个就是这样 发菩提心就是如此 这太伟大 但是至少各位要相信因果 那叫六道轮回 夜报差别 所以我们的夜 就是身口一所造的 夜产生的报应 就有六道轮回的差别 乃至人间的富贵贫贱 不一样 所以第五要 绝对相信因果 第六 对轮回有出离心 所以我们相信因果了 虽然我们守五戒 修食善业 布施 我们很有福报 但是各位你要想 福报最近 究竟还是会过去的 念一下 诸行无常 有受皆苦 诸法无我 所以这个世间 一切都是苦的 无常苦空 无我的 你要一直告诉你自己 一直告诉你自己 千万不要 老公又对你好 好甜哦 现在人家称赞 你赚钱的好棒哦 那这些东西 只是一个暂时的 你要思维清楚 所以在那里面是 保护自己 对 一定要保护自己 不要让自己受苦 生命 每一寸都是痛苦 所以我们要脱离 这个痛苦的生命 脱离痛苦不是自杀 他不是死掉 而是要把轮回的心 消除掉 所以念一下 贪嗔痴 三毒心不息 六道轮回 永不停止 所以轮回的苦 来自于贪嗔痴 所以你要脱离轮回 各位一定要有处理心 处理心就是慢慢 各位要学习放下 不要太在乎 好不好 现在各位在乎什么 问清楚啊 我儿子 我孙子 我老公 我的身体 那这个就是执着了 要在乎什么 在乎别人 在乎众神 不要光在乎我儿子 我的爱情 我的地位 那这个东西你会很苦 特别老菩萨 老菩萨不容易 怎么写 是我儿子我孙子 但是这个 实在不容易 但是一般人修行 在家人都是修到 因果性就不错了 但是有 你要开始 思维轮回的苦 而生起解脱轮回的决心 叫出离心 这个出离心 就是放下的意思 不是杀死自己 是你内心里面 要体悟这个贪嗔痴的痛苦 体悟无常 要学习 所以各位要经常说 傍晚再见 过午不时啊 不化妆啊 那张传佛教修扭捏 哇那更厉害哦 修一次升第一层天 修两次第二层天 修三次第三层天 修六次第六层天 所以各位佛陀教我们 一个月要过六天的 六天的清净灾嘛 叫出离心 所以出离心是所有佛法的根本 苦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一个人没有出离心 他不可能有大悲心 不可能的 就像我是结婚生小孩 拥有在放下的 然后如果你叫我去摸那些钱 去执着男女 我就会觉得很痛苦 那个东西实在太痛苦了 所以我要出家前 我跟我太太拜上拜 我对不起 没办法 是我找你谈恋爱的 因为你让一个女人爱上你哦 他就没救了 他到现在还在爱我 你看他很难救 我已经出家二十几年 他还不放过我 他还想说下辈子我等你 所以我要很精进 我下辈子要赶快去净土 不然我要投胎在小和尚的家庭 不然我又要跟他在一起了 不是我不爱他 而是这爱来爱去 会怎么样呢 对不对 你想都知道 那只是一个感受 而不是一个解脱 所以我并不是不爱我太太 我都跟他讲 全天下没有一个男人超过我爱你 我爱你到爱到出嫁 功德回向给你 因为世间的有什么用啊 唯有解脱才有用 但是各位 你要解脱要先放得下 放不下也很难 有很多居士说 师父我也想出家 来啊来啊 来老半天都还没来 放不下 特别感情这两个字很难 很多女孩子出家了 她可以出离她先生的家 出不了她儿女的家 很难 所以为什么佛陀说 女孩子只能一次出家 她生了小孩呢 她就没办法 因为呢 最近过母亲节 母年一百岁 长幽八十二 妈妈一百岁了 还在想着八十岁的儿子 过得好不好 对不对 那种妈妈永远 永远在疼惜的小孩子 疼惜这两个字很重要 我希望各位念下来 疼惜众生 对对对 这个是修行啊 这个跟你读佛学院没关系 如果你不去疼惜众生 你把佛学院读到博士也没用 因为你不知道佛法的疼惜 做过妈妈的痛苦是什么 那种众生的痛是妈妈永远的痛 这才是佛学院最重要 所以各位要一直练习 因为你知道自己很苦 苦得不得了 这个世间老师讲 像我们有时候干脆自杀好了 因为活在这个世间真痛苦 没有一点快乐 但是自杀会下第一 要杀的是心 了解吗 杀魔杀贼 也不是杀你的身体 对不对 那我们痛苦的是这个我质 而不是说身体 所以你要有这个感觉到苦 所以眼睛放一个沙子苦不苦啊 苦 所以这世间里你爱上什么东西 抓到什么东西都是苦的 所以你要练习放下 各位有没有儿子 没有 站在第一液体 叫出离心说没有 站在世间法有没有 有 你不能讲没有 就像人家问你 有没有鬼 有 那是站在世间法 站在佛性 有没有鬼 没有 佛 我家有三个佛 有三个鬼 因为众生的本体都是佛 你要用佛性 这个叫金刚秤 金刚秤你不能讲有鬼 有三个佛 对不对 金刚秤来看众生都是佛 你不能讲他是鬼 站在世间法 夜报还有鬼 所以各位你要心态上很重要 这个不容易听懂 但是我讲世间是苦的 你要这样去想 叫出离心 请问到天上快不快乐 各位已经移民到纽约来了 快不快乐 还好而已 早知道也不来 还好而已 所以这个世间没有一个地方是快乐 如果有就不需要佛法 如果这个世间可以找到快乐 就不用讲去净土了 对不对 这个世间没有 这个世间只是一个 可以忍耐一下而已的 娑婆世界 五着二四 本来就不干净了 所以对世间有处理心 了解这个世间苦 结果很多人都不知道 众生妈妈都不知道 他们好快乐 他们在执着 所以要对这些众生生起 念一下 男人大悲心 一定要 从一个自我解脱 转成一个对众生的关怀 一个大悲心 那有了大悲心才叫入大乘 当然有了大悲心 要帮助众生离苦 那你一定要成佛叫菩提心 那为了要成佛的菩提心 所以你要体正空性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还有我执 你不可能圆满菩提心的 所以各位要念一下 来自利利他 修波罗蜜 修波罗蜜就是在自利利他 我布施来消除我对金钱的占有 我布施来帮助众生 所以从布施里面就可以断除我职的贪心 从布施里面跟众生结缘 第二个来 持戒波罗蜜 那我们守戒律就可以消除 伤害众生的心态 修行最大的成功 不是你得到什么 而是你到了死了 都不会恨众生 对方枪毙你 对方把你头给弄断了 你还在想说 我要跟你结缘 那你就成功了 所以如果你能够断除这个伤害之心 念下来 修忍辱 消除称慧心 爱生气的人特别要修忍辱 你千万不要找借口 我这个人就脾气不好啊 那你干脆说 我要下地狱你要管我吗 因为称慧会下地狱 称慧心不可能做菩萨的 贪欲心不可能脱离轮回的 所以我们修行念下来 小秤断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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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秤断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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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秤断愚痴 密秤断愚痴 什么叫愚痴 就是分别 你不能有好坏的分别 你不能有漂亮丑的分别 你不能有佛跟众生有的分别 密秤断愚痴 密秤 所以念下 小秤叫行为的戒律 大秤以动机做戒律 各位如果要修密秤 密秤叫三昧耶戒 三昧耶戒就是一种 你要把愿律戒律 就是说空性当作你的戒律 你一觉得有 金刚经 要当作你的戒律 凡所有相都是虚妄 你不能有分别 这个叫戒律 一破戒 那你就会堕落地狱 你要有这个决心 我一起我子 我就准备下地狱 我一离开慈悲 我就要下地狱 这个叫金刚成 这个不容易 但是我们随喜赞叹 但至少我们五分钟 保持这个戒律也好 一念清净成正觉 哪怕你一个念头 我愿意在这五分钟 保持这个清净心 那很好 所以 刚刚讲了 这几个心 大家努力地修 再背一遍 来 对自己有惭愧心 对父母有孝心 对众生有报恩心 不要光悲啊 听了变戒律 要去做 再来 对三宝有信心 对三宝有信心 深信因果心 解脱轮回心 深起大悲心 发起菩提心 安住空性 一心念佛 念佛送经此周可以 最后就是说 如果你不管你修哪一个 不能够离开前面这几个 所以 不能够离开世间 不能够离开初世间 不能够离开大悲心 你念一句 欧玛丽佩命会 要包含全部 而不是说 我跳到这上面 我这个不用做 我不用孝顺父母 我可以生气 那这样就没意义 你一句欧弥陀佛 你就要包含全部 不可能说爬到五楼 把一楼二楼都弄掉了 不可能 一定是有从地上 一楼二楼三楼 这个过程你都要扎实 你才是真正在讲菩提心 讲空性 因为大乘佛教也要 我们发菩提心 身性因果 读诵大乘劝进行者 那你才符合上品往生 我们先来回向好不好 回向最重要 你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善事 你把它回向给众生 就变成菩提心的质量 因为你不是针对自己 你要回向给所有众生 愿他们都成佛 那这样就有圆满的功德 来 各位念 愿意持功德 甘露施实功德 随喜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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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天要随喜 像我们念一下 国际放生 六万两千场 我们这十几年办了六万两千场的放生 所以 这只是小小小小小 但是光牛就两万条了 牛 在西津 在印度 在布丹 在尼泊尔 在西藏 在台湾 印尼 马来西亚 到处救 只要是动物会动的都救 所以 现在世界合家 有四十几个互生员 我这样讲不是骄傲 是希望大家 同享功德 好不好 我努力的 我们努力的去赚钱 来供养各位 对不对 我们佛教的钱是什么 就是资粮 福慧资粮才是我们的财富 再念一次 四万六千场 四万六千场 国际焉供要供私食功德 国际焉供要供私食功德 所以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在做焉供 焉供 所以我们念 一次念就四万多场了 一直回想 再来 佛钱供水 两百七十万杯水 两百七十万杯水 所以各位要这样看 看很远 看很远 像轮回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各位要 要一直跟他们结缘 你去极乐世界也是要来轮回 要把缘分结好 好不好啊 他现在这一只小蚂蚁 你就要跟他结好缘了 然后生生世世 你就会碰到他 那生生世世大家一起成佛 乃至你要发地藏菩萨的大愿 众生都成佛 你最后一个的 你要让所有众生都成佛 你才要成佛的 所以你的生命变成无量场 不是这个肉体的短短的 来 以誓愿为生命 对 我们的愿力是尽无量计的 尽无量计的 因为所有众生都脱离轮回的 你的生命才停止 但是众生无尽 所以你愿力无尽 所以你生命无尽 那叫普贤恨愿 所以再念一次 出离心 大悲心 菩提心 空性 一心念佛 那希望大家随起所有功德 来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父母主先恩 上报父母主先恩 好 观想一下 每天都要看到你的爸爸妈妈 为什么 因为每天你才会生起这种报恩心 就像你每天都要跟你儿子讲讲话 不然你会寂寞 对不对 因为你没看到他心里会很苦 修行慈悲心 要修到这样 没有去安慰众生 自己很苦 就不能自死 所以来 上报父母主先恩 上报父母主先恩 上报各级国家领导恩 上报各级国家领导恩 冤亲平等 修学佛法 修为大乘 各位不要恨任何人 不要不要不要 这个人 来 回向金正恩 回向金正恩 要特别回向 了解吗 他才会乖乖 他才会有福报 你不要去批评人家 好不好 你没有他的威得利 俗人家 对不对 所以他过去有很大的福报 所以他能够做一个人亡 对不对 但是我们多回向给他 他心有会改变 他也会有佛性 所以我们要回向这些福报 给他们各级国家领导 上报众生恩 上报众生恩 我们再念一次六道 我念地狱道 各位就念奥阿奥 好不好 把自己身口衣全部都 物识给他们 地狱道 奥阿奥 恶鬼道 奥阿奥 动物道 奥阿奥 所有人类 奥阿 阿修罗道 奥阿 天道 奥阿 奥 在家里要这样 好不好 以后我经过你家门口 就听到 太好了 哇 有人在修行 他们跟我说 右手敲是卖冰淇淋 左手敲才是修仪轨 有点道理 拿错手的是在办卖冰淇淋 好 所以要报众生恩 来 上报三宝恩 上报三宝恩 奥阿奥 奥阿奥 所以各位每天要供养三宝 供养佛经 好不好 供养出家人 要观想 而且这个世界上 这么多出家人 每一个出家人 你都要跟他结缘 好不好 像我是台湾什么国际共生协会的 我们就是整个世界哪里有出家人 都要去供养 都要去供养 都要去结善缘 来 夏季地狱苦 夏季恶鬼苦 夏季畜生苦 夏季畜生苦 回向所有堕胎胎儿 回向所有堕胎儿 死亡儿童 奥阿奥 回向所有往生排位 奥阿奥 这边有红色排位 回向所有病苦者 回向所有病苦者 癌症病患者 不信因果者 同享功德 奥阿奥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记住 大乘佛教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这个友情发起菩提心 这是我们唯一的目的 他愿意发起菩提心 这个世界将来就多一个佛 我们的佛陀家族 就不会绝种 这叫不断佛种 释迦牟尼佛最怕这个世界 没有人发菩提心 以后就没有佛 那这个世界就可怜了 所以希望大家发菩提心 也引导别人发菩提心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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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0号星期日 念卢舍那佛 大士至菩萨 池摘处罪一千劫 周苍爷将军 周苍爷将军千秋 马来西亚吉达佛学院 10月9日至12月15日 马来西亚亚罗士达国际短期出家 1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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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 十月12日星期二 12月12号星期二 赶天大地许真人千秋 燃丹节 宗科巴大师元吉日 莲花生大事殊胜功德日 圣行与恶行成十万倍 马来西亚吉达佛学院 12月9号至12月15号 马来西亚亚罗士达国际短期出家 12月13号星期三 马来西亚吉达佛学院 12月9号至12月15号 马来西亚亚罗士达国际短期出家 12月14号星期四 马来西亚吉达佛学院 12月9号至12月15号 马来西亚亚罗士达国际短期出家 12月15号星期五 念阿弥陀佛 持战除罪九十节 马来西亚吉达佛学院 12月9号至12月15号 马来西亚亚罗士达国际短期出家 12月16号星期六 念要王菩萨 要上菩萨 持战除罪七千节 晚上六点半 兰卡威搭船慈悲诗时超度法会 12月17号星期日 念释迦摩尼佛 持战除罪八千节 释迦摩尼佛书圣公德日 善行与恶行与恶行成九一倍 下午两点半 兰卡威出海放生 晚上七点 幸运太四 此备诗时超度法会 点灯 供水 要供 12月18号星期一 念定光如来 持战除罪四十节 释迦摩尼佛书圣公德日 圣行与恶行成九一倍 新加坡 第四届短期出家圆满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